大家好 9月14号周一了 现在是下午两点半 有个消息 在这次疫情防控当中 以说真话著称的张文宏医生 他是一个科室的主任级别的医生 在上海似乎有点被边缘化了 不得一儿瞅被血藏的感觉 而且你看最近中国又在表彰 又开了一个什么大会 关于疫情的表彰大会 这疫情还没过去呢 就开表彰大会 然后什么这个中南山之类的 都给授予了国家勋章 但是好像张文宏没给 是吧 我怎么觉得不大公平 是吧 现在呢 无锡啊 都是长江啊 以南江南地区的江苏的无锡来挖了 把张文宏挖走了 这个市委书记市长有点政治不正确啊 不知道他是为什么 难道为了他们无锡以后的招商引资吗 然后告诉大家 他们不说假话 比较说真话吗 或者说他们这个城市安全 万一再爆发了大规模的传染病 可以有更多的生还的机会吗 是吧 据说奖励的他个人一套湖树 就是有湖景的别墅 还给了他一千二百万的现金 另外再加五千万的研究的资金 但是我听到啊 张文宏还真不错 高风亮节 他没把钱财看太重 他把无锡市政府给他这一千二百万 他捐了 他不要了 或者说给别人了 还有这么个消息啊 我们先看看这有一个视频 对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的青年基金就是说年纪大的这些专家你可以分钱都不要拿了 因为社会给予你的也够了 我个人觉得社会分前浪后浪 我们这些人事实上就是前浪 在这个时代发展的过程当中 前浪应该说是最为幸运的一代 我们作为幸运的一代 我们今天带领着一批的后浪 他们看上去非常的幸福 国家参胜 民主希望 复兴 但是他们所面临的挑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所以就像总书记在屡次提到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和地点是百年一遇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我希望在这个转折点 武西的人才计划所做的一切以尊重人才 尊重科技作为核心 带领我们医疗 创新等领域向前发展 当然今天让我站在这里 必须要回到疫情 今年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一年 是个疫情带来了全世界格局的改变 而且这个改变将注定不会就此短期内结束 它所带来的政治 经济和一系列的影响都已经产生 而且可能仅仅只是个开始 那么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 在我们整个的中华民主向前推进的这种 无论是医学 各个行业 都必须以科技为核心 失去了科技 总归有一天我们会遭受 降维式的打击 事实上中华民主我们的文化传统 从来都是我们仍引以为傲的 几七年的文化延续至今 这一次的疫情更是体现出 中华民主文化的底色和中华民主文化的一个优越 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可以离开科技独善其身 这一次疫情的最终的取得是在中华民主的文化 政府的组织 民众的配合 这个基础上应用了科技的核心 在人类的历史上 从来还没有过一次大爆发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10天内获得新病原体的一个鉴定 20天内获得检测的能力 中国最终取得的胜利是在这两下科技的基础上 发挥我们民主团结一致 政府指挥民众配合 发挥中华民主团结的文化内行 取得了胜利 这个胜利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科技两个字 今天中国取得了抗议的阶段性的胜利 主要的是跟我们可以扩大检测 检测的量达到了我们原先在科技上难以想象的地步 尽管检测一个我们需要的时间 还要三刻钟一个小时 但是扩大检测量跟你三刻钟一个小时和20分钟 是没有区别的 区别的是如何组织一个城市 10天内检测900万到1000万 在最短的时间内 对有关的病原感染者实施隔离 最终这个成果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现在全世界都非常的明确 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取得这次抗议的胜利 无非是执行的力度不同而已 所以今后我们仍然要坚守科技发展为核心 所以武西现在已成立一个太湖的人才计划 我相信也是贯彻我们国家以科技为核心 引领我们民主继续前进 所以这个民主将来能够毅力于世界之灵 我们最终能够战胜这个疫情 我相信第一是不能离开科技 第二离不开我们的团结 所以今天在这里我最后再次感谢 我们无锡市政府一诺千金 一来就给我一张大支票 而且我相信我的青年团队在最后都会非常的欢欣鼓舞 跟无锡的青年团队大家一定会受惠于我们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支持 而且今天这个数字仅仅是一个表示而已 表示什么政府刚刚开始对公共卫生政策的倾斜 希望无锡的公共卫生人才我自己的公共卫生人才的团队都以今天这个为起点 将来我们和我们的国家跟我们的其他的兄弟一起过上好日子 在边过好日子边抗议 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未来的生活 我在这里我还希望无锡的团队能够一路既往的支撑我们往下面走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团队不要辜负无锡的政府对大家对未来的期望 再次感谢各位院士各位领导各位人才计划的专家 谢谢大家 看看这种人才啊这种干实事的人才啊 希望这样的人真正的能够学有所长 但是我个人还是对这个事稍稍有点悲观 因为中国整个这个社会氛围这个体制 对这种人 他可能就是一个干事的人啊 一个学医的人 反正 当然他跟任志强啊 跟蔡霞呀 跟许章润呀 跟这个耿潇南呀 他们不完全一样 他是做事的人 希望他能做成点事吧 起码将来中国 别再爆发这种大规模的疫情 是吧 爆发之后 能够少死一些人 整个社会社会少付点代价 看看吧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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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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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